各位晚安 我們現在接下來要進入這次講座的最後兩堂信息 大家都知道萬有的故事其實是從伊甸園開始 然後最後的結尾是用兩個城市來做對比 那這邊講的兩個城市其實都是象徵 其中一個就是我們第一堂要講的巴比倫 第二堂要講的還有新耶路撒冷 那在新耶路撒冷這個象徵城市裡面呢 你看到了其實是承接了所有以色列諸多眾先知所有的這些盼望 並且把它總合在一起投射到一個將來要永存的人類的家鄉 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仔細查考一下啟示錄裡面所有對於舊約聖經的不管是引用或者是典故或者是暗集對我們的整個認識會非常有幫助 那不但是對新耶路撒冷城可以做這樣的查考 對於巴比倫城也可以做這樣的查考 因為巴比倫其實是把整個聖經裡面所有描繪出來那些大城市大文明裡面的剝削暴虐逼迫等等的全部都總合了在一起 所以大家回想一下聖經上提到的不管是巴比倫 索多馬 埃及 推羅 巴比倫 以東甚至到了寫啟示錄的當下的羅馬帝國都包含在內 那當然大家也知道隨著歷史的進展類似巴比倫這樣的城市和文明在歷史上其實是綿延不絕的 那當然我也必須要多說一句就是在歷史上你其實仔細去看 並沒有任何一個文明或城市能夠說完完全全就跟聖經上描寫的巴比倫或是新耶路撒冷完全一模一樣沒有這樣的城市 那每一個城市其實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像剛才講到巴比倫的那些特色 那每一個城市其實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像剛才講到巴比倫的那些特色 那在聖經上描寫巴比倫的時候他用了好多個不同的圖畫或形象來描寫巴比倫 其中之一呢就是講到了獸尤其是在啟示錄裡面用了兩個獸來描寫巴比倫 那獸在這裡代表的意思是什麼呢是代表政治上的那些權勢或者說是政治上的這種所向無敵 那對於在拔摩海島上的這個先知約翰來講 他在意象裡面看見的其實並不完全只是巴比倫而是更貼切他當時寫作當下的羅馬帝國 因為他提到了這個獸有七個頭其實就對應了羅馬的七個帝王 但是在這些外表的政治權利的背後其實是有一股混亂的力量 或者說你說是邪惡的冤手也可以在政治的背後 所以你看經文上面他就寫到了說 我又看見有一個獸從海中上來有十腳七頭形狀像豹腳像熊的腳口像獅子的口 但是在啟示錄裡面呢並不是只有這第一個獸還講到了第二個獸 但是講到第一個獸的時候呢其實說到這個獸所在乎的完全都是權利 你們看得到頭皮片嗎 我對不起, Dr. Volf, are you projecting the slides? Yes, I'm projecting the slides, are you not getting them? No, we are not getting them Oh, well let's stop, I am projecting, so escape 所以, what did I, so what is it that I need to do? Let's see, I thought I'm sharing the screen Uh-huh Okay, and I am expanding it Do you see it now? Yes, yes Ah, okay So, here we have beast number one Yes, that's right And we are coming now to the beast number two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要看這個講義的下一張就是獸,二號獸 So, the first piece is all about political power, but the beast portrays itself as if it were about order and peace 所以第一個獸他所在乎的無非是權利 但是第一個獸必須要包裝或者用文宣來說自己在乎的是次序跟和平 And then there you have the subtle reference to so-called Pax Romana where Roman Empire wanted to present itself as primarily interested with peace 所以你看歷史上就有所謂的Pax Romana這個羅馬盛世這樣的說法 代表說好像羅馬帝國他最在乎的就是和平 And the task of the second beast is to make the first beast look good 那第二個獸扮演的工作是什麼呢? 就是幫第一個獸做化妝師讓他把它加以美化 To place over the wickedness appearance of goodness To call what is evil good and what is good evil 換句話說第二個獸就是要用良善來包裝邪惡 給第一個獸加上美化 並且是稱善為惡,稱惡為善 那所以其實啟示錄所扮演的一個目的就是要戳破第二個獸的假象 然後揭開面紗讓大家看見第一個獸真實的樣貌 特別是要揭穿在羅馬帝國背後他的暴力的本質 那剛才講的是屬於政治層面的 可是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層面就是所謂的那個經濟層面的 在啟示錄裡面呢就用大淫婦來做代表 然後經文說 你到這裡來我將坐在重水上的大淫婦所要受的刑罰指給你看 我就看見一個女人騎在珠紅色的獸上 那獸有七頭十腳片體有褻瀆的名號 所以獸在乎的就是權力 而淫婦在乎的卻是財富 那你看經文的描寫 啟示錄講到巴比倫的時候就看到這個城市裡面 其實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好東西 有金子、珍珠、肉桂、香料、蟲子、珠紅色料 有馬、有車、有珍珠、有象牙、器皿、有香料、寶貴木頭、有牛、有羊、有奴仆 然後你看經文怎麼說 他說這個大淫婦要騎在獸的頭上、身上 代表說財富必須要有政治的力量在下面支撐著他 那當然反過來說你也可以說 政治也需要財富來支持他 所以從某方面來說 你可以說這個獸在乎的就是掌控 在乎擴張他的勢力範圍 而這個淫婦在乎的就是享樂 就是戰友 但這樣講其實並不完全 那但是其實這兩個獸在乎的不只是權利不只是財富而已 與其說他們在乎財富跟權利 不如說他們在乎的其實是榮耀或是光輝 還有他們更在乎在別人眼中怎麼看待我們這個帝國 所以換句話說權利跟財富其實只不過是為了要得著更大的榮耀效力而已 所以我們在下一堂課講到新耶路撒冷的時候你就會看到榮耀還有榮光其實是新耶路撒冷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那當然講到新耶路撒冷的時候我們談的是上帝的榮光跟榮耀 絕對不是在講政權或政治的榮耀 或者講得更精準一點應該是講上帝的榮光滲透到了所有的受造界而散發出來是下一堂要講的內容 那我們剛才講完了巴比倫他的特色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從禁文上看巴比倫他的情島 所以在十四章八節那邊就有禁文大聲的呼喊 那我們剛才講完了巴比倫他的特色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從禁文上看巴比倫他的情島 那經文後面有解釋為什麼巴比倫大臣會傾倒 那經文後面有解釋為什麼巴比倫大臣會傾倒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什麼呢是裡面有先知和聖徒並地上一切被殺之人的血都在巴比倫裡面看見了 換言之巴比倫其實是一直在迫害基督徒的 但是有這些基督徒的血其實並不是巴比倫會傾倒的最主要的因素 因為你接著看經文經文上繼續說不但有先知和聖徒的血還有地上一切被殺之人的血都在裡面 那當然這個經文它是用一個誇張的筆法在講述這件事情 那雖然是誇張的筆法可是它的重點很清楚 要強調是巴比倫它不但敗壞而且毀滅了整個的地球 那當然巴比倫的自己看待自己的眼光跟啟示錄的描寫就截然不同 巴比倫自己以為自己是一個非常偉大的文明 其實這就是當你越靠近權力中心的時候 其實你有時候看事情的眼光就會跟別人不太一樣了 第二點是如果說你這個人的最高價值取向是權力財富跟榮耀的時候 那麼你看事情的眼光也會變得不一樣 那有剛才前面兩種情況的人呢 他接下來看這個事情就不會像那個巴比倫應當看到的一樣 原來盡是破壞盡是暴虐 因為換句話換言之成功跟榮耀會讓一個人瞎了眼的 但是反過來說你從啟示錄這個拔摩海島上的約翰先知他的眼光來看 約翰的最高價值取向其實不是權力也不是榮耀 而是這個羔羊他的生命跟他的教導是哪個羔羊呢 就是被這個羅馬政權的代表人所殺害的那個羔羊 所以換句話說當約翰在評論巴比倫的時候 他是從耶穌基督並他定十字架的角度來看待巴比倫 你要知道約翰這個時候他其實不是在羅馬政權的權力中心 而是被天使帶到了曠野是在意象當中藉著聖靈的眼光聖靈的眼睛看見了羅馬政權的真相 換句話說他是從羅馬政權的邊緣來看待羅馬 而約翰當時看待羅馬他看到的事情其實就像聖經上描寫耶和華神看到了埃及一模一樣的情況 那一方面你當然也可以說埃及是人類歷史上一個非常強大的一個政權 但是從耶和華神看到的卻是什麼呢? 卻是以色列人哀求叹息因為做苦工做奴隸 現在… 我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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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點點… 這是一點點… 有一點點… 這點… 這點… 所以… 업 magn sway著勤奏 但遷失敗 但遷失歷 也當 confident 偷失敗 但是… 那你从这个第二段经文 你就可以看见 约翰之所以会有这个新的看见 是因为他看到的到的是 是那个大淫妇 穿着各式各样珠红色的衣服 而且喝着金杯 而且里面充满了可证之物 然后又喝醉了圣徒的血 所以这是约翰从圣灵的眼光 才看见的 那刚才的那两种眼光 两种描述 其实就带领我们进入到 启示录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 就是羔羊 也就是被杀的基督 跟兽 两者之间的对比 那巴比伦他声称 自己拥有神性 你看经文怎么说 他说他的头上有亵游的名号 换言之 巴比伦想要高抬自己 甚至超过上帝 因为巴比伦不但要高抬自己 甚至他要贬损上帝 所以他才会 像神说 亵渎的话 所以从这边你看到的 其实是中间有一个争斗 斗争的场面在发生 上帝跟羔羊在一边 巴比伦在另外一边 他们两边在争夺什么呢 就是谁够资格被称为 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而因此上帝跟羔羊 就跟兽 散开了争斗 而争斗最后的目标 羔羊的目标是什么呢 是要败坏那些败坏世界的人 那我来跟大家讲一下 这边用的败坏 那些败坏世界的人 败坏这两个字 是非常强烈的 好像败坏这两个字 会让人误以为说 好像羔羊跟兽 两边都用同样的方法 手法或兵器在打仗 然后想要把另外一方 完全地摧毁 那待会儿我们在讲义里面 就会看到说 其实羔羊跟兽 用来斗争跟争斗的手法 跟方式其实是不一样的 从这当中 你更可以看出来羔羊的差别 那这个兽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就是我前两天 有跟大家讲过 就是它有一个 对于优越感的追求 那所谓优越感就是说 不管是你用什么样的指标来衡量 我永远要比我的对手要更好 这叫做优越感 这叫做优越感 或优越 那你从这个经文 十三章四节的摄尔问里面 就可以发现 其实它其实在乎的事情是什么 经文说 谁能比这兽呢 谁能与它交战呢 换言之它期待的答案是什么 没有人能够比得了这兽 这兽其实是最厉害最棒的 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说 对于兽来讲 光是有权力还不够 对于像这个利维坦 或圣经翻译的恶语来讲 光有权力还不够 它要有绝对的权力 它的权力必须比任何人 都要更多才行 或者不管是在财富面 在美貌 在知识 都要胜过别人 这叫做优越感 那这个优越感 其实连带的会产生 带出来两个面向 一个面向是说 真实的是比别人优越 而另外一个面向是什么呢 是别人看我也要比别人更优越 所以对于追求优越感的人来说 他两者都要 又要我比别人有权力 又要别人承认 我比他有权力 所以你如果听到有人说 谁能像我呢 那这时候你就知道 他心里面的标准答案是什么 是没有人能跟我一样 所以这样的人 他心里面想的事情 其实是 现在没有这样的人跟我一样的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没人能跟我比的 换句话说 一旦你踏上了这个追求优越感的这条阶梯的时候 你最后最后想要达到的 就是像刚才经文描述的这个样子 所以你如果回去看以赛亚书47章7节的时候 这个古时候的巴比伦他怎么说呢 他说唯有我 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 然后还接着说什么 我必永远为主母 而到了新约 这个新的巴比伦怎么说呢 他说我做了皇后的位 并不是寡妇 并绝不至于悲哀 所以追求优越感 他要追求就是这种 永远要做老大 永远要做主母 永远不至于悲哀 那我们仔细来想一想 追求优越感 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 因为很可能你就会问说 那追求优越感有什么不好吗 我们岂不是都是应该要 这个什么白尺干头更进一步啊 一天比一天好啊 但是我在这边要稍稍 跟大家讲一个区别 是大家的讲义上没有的 就是你要区分 什么叫做追求优越感 什么叫做追求卓越 是两个不一样的事情 追求优越感 代表你永远心目中 有一个别人当作参考指标 你要比那个人要更好 这叫优越感 而追求卓越 其实你不需要有任何人当作你的参考指标的 其实自己可以跟自己比赛 然后让自己越来越进步 这是追求卓越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其实我最担心的 其实还不是说追求卓越 而是追求优越感 因为就是追求优越感 这个心态在背后作祟 所以以至于最后才会问出来说 有谁能比我呢 有谁能像我呢 那对于追求优越感 会带来哪些负面效应呢 其实你很简单 你从就人跟人的方面来看 追求优越感的人 他其实是会为了要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的 只要能够想方设法 让我自己比别人更好 更漂亮更强 我一切的手段都不在乎 如果需要的话 要我欺负别人 剥削别人 迫害别人 撒谎 欺骗 我都干得出来 因为对我来说 优越感比真理更重要 比良善更重要 比美丽更重要 优越感是我这个人的 最高价值取向 不但人跟人会受影响 一个追求优越感的人 在人跟物的关系上 也会改变 对于一个 我为什么要买好车 因为就是要跟隔壁邻居一比 我的车就是比隔壁的强 隔壁邻居 如果明天买了一台更大的车 那么不管我之前买的车 有多漂亮 多美 多好 我现在都觉得 气质不顾了 同样的道理 你可以用在我们的穿着 我们的房子 我们的学历 任何方面都是一样 所以一旦当这个追求优越感的 这个灵 掌控了文化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 不管是人或者是物 本身的价值已经不见了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事物 都变成了 这个追求优越感的人 在争强斗胜当中的兵器 大家不要误会 我不是说 当你追求优越感的时候 好像你这个人 什么好事情都做不出来 我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你如果读 启示录上 对于巴比伦的经文描写 你就会发现说 巴比伦本身 其实是一个非常富裕 非常美丽的一个城市 你甚至可以说 就是因为追求优越感 所以才让巴比伦 能够创造出来 这么多好的东西 如果不追求优越感的人 其实是做不出来的 那当然巴比伦的人 自己以为他们是在创造 更好 更棒的文明 可是你从约翰 这个先知的眼光来看 他会问的问题是 你在追求优越感的背后 你到底付上了 什么样的代价 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巴比伦为了要追求优越感 以至于扭曲了 一切人与人 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这样的代价 甚至带来了咒诅 这个你从经文上看得很清楚 杯子是黄金的杯子 但是你从里面喝出来的东西 全部都是可赠之物 杯子是纯金的 可是里面装的东西是非常可怕的东西 根据启示录的记载 其实像这样子巴比伦这个样子 这个扭曲这个罪恶的世界的样子 即将要过去了 那启示录为什么要描写 这个巴比伦他这样 这种追求优越感的这些细节呢 是因为这个原则其实跟那个黑暗王子 就是撒旦的作为 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那在撒旦在启示录里面 他用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呢 就是用那个龙的形象出现 所以经文说 那龙就是骨蛇 又叫魔鬼叫撒旦 那龙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和大权柄 都给了他 所以讲到撒旦 你就想到整个圣经上面提到 撒旦他其实是什么呢 是在光明中受造的 而且被提拔 甚至高过众天使 结果撒旦反而选择了背叛 这样的背叛 其实就是后面这个兽 追求优越感他的起源 那如果你想要进一步去体会撒旦他追求优越感背后的这种心情或心态的话 我觉得那个密尔顿的《施乐园》他就把这样的心情描写得非常的到位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这一段是从《施乐园》里面引用出来的这一段的诗歌 这个讲话的人呢就是撒旦自己 赞美上帝不过小事一桩 回报感恩本就理所当然 换句话说赞美上帝感谢上帝 其实是本来就应该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然后那个英文那边说到how do 意思就是说其实赞美感恩不但是很简单的事情 而且是理所当然是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他一切的好在我却是满心的不痛快 酝酿出来的只剩下一肚子的怨 换句话说上帝对我的一切好意一切赏赐根本就是不值一顾 已然高高在上我可不屑臣服 所以你看撒旦当时的位分已经是仅次于上帝了 但是距离上帝还是在上帝的下面 所以撒旦说我不屑 因为我不甘心就在上帝的下面 我想要爬到他上面去 如果能够再上一层楼 让我位居至高 我就在刹那间把他无尽的恩债一笔全勾销 所以撒旦在乎的事情是怎么样想方设法 让撒旦能够爬到最高 然后撒旦这个时候他其实背后有一个谎言 就是他以为他爬到最高 就可以把上帝对他的一切的恩情 一切的好处 那个恩债全部都一笔勾销了 因为如果说上帝是创造主 上帝永远在我之上的话 那么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赏赐的 那我就这辈子欠上帝欠个没完没了了 但是你想想看对于追求优越感的人来说 怎么可能是屈居于上帝之下 所以这点很重要 对于撒旦或追求优越感的人来说 他就是想要再更上一层楼 想方设法让我可以位居至高 那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 其实一切的手段在所不习了 所以对撒旦来说 他管你什么理所当不当然 他对于自己的邪恶 再也不需要遮遮掩掩掩 我管你什么疑恶报善 疑怨报德 换句话说对撒旦来说 这个爱耐不住 想要爬到最高的欲望 盖住了所有其他的一切的价值观 那刚才描写的是撒旦 或者说是罗马政权的背后 他怎么样追求优越感 来跟羔羊斗争 接下来要讲的是 羔羊怎么样来对抗撒旦来争斗 但是不要忘了 这个龙他在跟上帝斗争 他争夺的东西呢 就是龙要夺取这个优越的地位 而且因为优越感 是这个龙的最高价值取向 但是反过来说 羔羊跟龙在争斗 那么羔羊争斗的又是什么呢 你可能会有点惊讶 我要讲的是 羔羊所争斗的 其实并不全然是 要争取神的优越地位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上帝本来就是超越一切 上帝是除了上帝以外 一切万有的阿拉法 也是欧梅嘎 所以换句话说 上帝本来就超过一切 他不需要争斗 他就是超过 而且是永远超过这一切万有 那我们其实很 很容易可以从改教家 马丁路德他的著作里面 来看到刚才讲的 这样子一种斗争 或争斗的情况 是如何在上演 我今天特别要请大家来看的是 马丁路德写的一卷小书 就是《尊主颂》 路加福音的《尊主颂》的注释 here's what Luther writes 所以马丁路德这么说 既然神是至高 在神以上没有别的 因此神不能往上看 神也不能往旁边看 因为没有可以与神相比的 所以神必须往里面看 往下面看 在神以下距离越远的人 神就越看得清楚 所以路德他就接着 他说上帝的作为跟世人 完全不相反 因为在世界上 每一个人都拼了命 想要往上爬 追求荣耀权力财富 知识安逸 以及一切高尚体面的东西 但是反过来说呢 却没有人愿意往卑微的地方看 往自己的贫穷 污秽 悲惨 痛苦里面看 宁可把眼目转开 卑微的人在哪里 那里的人都想逃之夭夭 没有人想要帮助他们 也不想改变他们 于是那些人 只好继续卑 所以单单只有神 才有这样的看见 看见人的卑微之处 看见他们的需要 看见他们的痛苦 并且贴近所有卑微的人 就像圣彼得所言 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在这边你看得到很清楚 上帝跟撒旦中间 有一个强烈的对比 而且这个对比 并不仅止于说 上帝是造物主 而撒旦是受造物 主要是在于 撒旦拼了命 想要抬高自己 想要打压别人 撒旦非常的骄傲 但是上帝呢 他却丝毫没有骄傲 上帝反而取了奴仆的形象 想要高抬每一个人 因为他才是那位 看顾卑微人的上帝 他单单帮助那些贫穷的 被藐视的 受苦的 可怜的 被遗弃的 以及在人眼中 没有价值的人 谁能比这兽呢 谁能与他交战呢 但是到了出埃及记 你发现 他有另外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问题 出埃及记者说 耶和华众神之中 谁能向你呢 因为耶和华神 才战胜了法老 这不但是称赞神的大能 更是称赞神的慈爱 因为神才亲自下来拯救 以色列人 那在出埃及记很清楚 上帝赢了跟法老的比赛 不但是要释放 他的百姓得着自由 同时我认为在出埃及记神还证明了 争强斗胜 远远不如 饥渴目逸 还有操练恩词 而这两者正是羔羊 他与兽斗争 在启示录里面 所要描写的重点 谢谢大家 时间到了 谢谢大家